我们再来试一下浑响的功能 我可以跟在你身后 最原装自带的这种 即正的YYDS 亲手可以冲 相信大家不管是做可播博主 还是拍摄Vlog 收音都是整个拍摄环节当中 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那很多亲手宝宝们 很想提升自己视频的声音质量 那除了用拍摄设备自带的收音之外 不知道该购入哪些新的收音设备 那今天呢 就以我做博主一年以来的经验 给大家盘点一下 我使用过的所有的收音设备 价格从几十块钱到一两千块钱不等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些设备呢 能够让你花最少的钱 达到最具性价比的收音效果 有需要的朋友赶紧点赞收藏起来 不然待会儿找不到了 首先如果你用的是苹果手机的话呢 在这里建议大家 可以赶紧去翻一翻 自己以前买手机的盒子 说不定可以翻到以前 苹果送的自带的原装耳机 我记得说在路上之前都是送的 如果你恰好有 真的可以试一下 虽然它的外形很old school 但真的很好用 如果你怕它这个麦克风的位置 喷麦的话 可以用这种餐巾纸 把它撕到最薄的一层 然后盖在这个麦上 然后这样子你去录制的话 它就不会有喷麦的效果 那是iPhone 13 Pro Max 自带的收音效果 大家可以听一下对比一下 好像我们家外面有那种 摆摊的叫麦声 不知道会不会录进去 然后我们接下来戴上耳机来试一下 现在是戴上了这个耳机 然后用它自带的麦克风 我们再来试一下 如果离得近的话 它会有喷麦的一个情况 可能还是很严重 所以我基本上用它来配音 800标冰奔北坡 泡冰并排 北边跑 泡冰怕把标冰碰 标冰怕碰 泡冰炮 可以看得出来 我刚才给大家推荐的方法是真实有效的 有麦克风和没麦克风的这个效果 是一对比就特别的明显 所以苹果原装自带的这种有线耳机 真的YYDS 如果你有的话 根本就不需要花钱 如果你没有的话 买一根的话 大概就是八九十块钱吧 非常便宜 第二种就是用手机来收音 手机相信每个人都有 对不对 如果你没有无线麦克风 也没有直向型麦克风的这个办法 就很适合大家去接彩来进行的一个收音 而且你拍摄这个设备 离得非常远的情况下 你想收音 而且收得非常清楚怎么办 可以打开苹果这个自带的一个收音 然后就把这个手机倒过来 然后这样的话 你就可以去采访你旁边的人 来到我们这个条街 你觉得最好吃的东西是什么 然后这个人巴拉巴拉巴拉说一堆 这个今天来到我们这个条街 你觉得最好吃的东西是什么 然后这个人巴拉巴拉巴拉说一堆 然后这个时候呢 相当于就是把你的手机 变成一个手持的画动 然后后期再去把这个音轨导出来 在这个剪辑的视频当中来 把它贴在一起 如果你是用Final Cut的话 有一个非常方便的办法 可以让你快速的将音轨和视频 来对在一起 解决的办法 我放在我的视频的简介里 大家可以点击去进去学习 非常方便 非常简单 在这里我就不过多赘述了 接下来给大家介绍的 就是这种指向型的麦克风 毛茸茸的一个非常可爱 我使用它呢 基本上是把它放在我的G7X3上面的 它的好处呢 就是极插极用 不用给它充电 当你用很多很多的设备的时候 不用充电 真的是非常难思的一件事 让你告别电量焦虑 它这种呢 必须得人物离镜头非常的近 它才能够清晰的收到音 而且它是指向型 它只指向的前面的部分 如果你还要拍后面的部分 想要给后面的人收音的话呢 它是基本上收不到的 还有如果你离这个镜头特别远的话 它可能收音也收的不是很清晰 给大家来测试一下 嗨 我现在用的是佳能G7X3相机自带的收音 大家可以听一下怎么样 哈喽哈喽 我现在用的是罗德的指向型麦克风 放在我的佳能G7X3上来进行一个收音 现在是大概是一臂的一个距离 然后我再往后退 往后退 再往后退 还可以听清楚吗 哈喽哈喽 所以这种指向型麦克风呢 就很适合你这种手持着去拍一些Vlog 或者是固定机位去拍一些东西 它的收音效果就会很好 而且这个麦克风它换根线 还可以在手机上使用 对无论你是用手机拍摄 还是用相机拍摄 它都可以很好的进行收音 接下来给大家分享的这个品类呢 是无线零夹麦 市面上呢 有一拖一和一拖二的 我有这两款 它们分别是 罗德的Well Let's Go 2代 和这个Let's Go 318 CD 2代 这个长得像大号的AirPods 居然是全网最便宜的一拖二 无线零夹麦 那相比于我买的这个 罗德的Well Let's Go 2代 2500的价格 它应该连它的零头都不到 而且它也是我目前发现的 最适合新手的 一拖二的无线零夹麦 手机相机电脑都可以使用 它是一个磁系的设计 中间是它的接收器内含了 1000毫安的电池 可以给两个无线零夹麦 来进行长时间的供电 充满一次电 它的续航时间的是7个小时 如果你7个小时都用完了 还可以把它吸在这上面 它剩余的电量还可以支撑 它再使用2到3个小时 我特别喜欢它的这个麦克风设计的一点 就是它很简单很小巧 而且没有任何的logo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啊 当你带上别的品牌 是logo很大的那种无线麦克风的时候 你总觉得自己像一个 行走的人形广告牌 所以我发现很多大主 他们现在都已经不把 无线麦克风 别在一个很显眼的一个位置了 而且它有两种配戴方式 它会送一个夹子 你把这个夹子吸上之后 你就可以夹在你的领子上 这种就很适合你的衣服 是硬挺的 第二种配戴方式呢 就是如果你穿一些夏天 比较松垮的衣服 它没有什么支撑力 然后你如果这种夹上的话 它就会把你的衣服往下掉 第二种配戴方式 就是你可以把它放在这里面 然后把它吸上 这样它就不是夹着了 然后它就不会把你的衣服往下掉 而且不管你是这种夹住 还是这种吸附上 它都是可以进行一个旋转的 你就可以找到一个最好的收音的方向 来进行收音 当然还有一点我特别喜欢的地方呢 就是它收纳起来真的特别的小 它会送一个这种收纳袋 然后所有的线呀 然后这种夹子啊 都在这里面 要出门携带的话 直接一个袋子一提就可以走了 不像罗的这个Wellesgo 它有一个这么大的盒子 而且这个直向性麦克风 它就更大了 给大家看一下它们三个的对比 就我觉得它收纳起来 还真的很方便 当然了它是一款 一托二的无线领夹 最重要的我们还是要试一下 它的一个收音效果 这款呢是一个全直向性的麦克风 就是降噪 监听魂响三合一 这是第一次见到带魂响的 无线领夹麦 我们一起来试一下 它的效果究竟怎么样 把领夹麦戴上 Hello 现在是我用iPhone 13 Pro Max 手机自带的收音 大家可以听一下 那现在呢 我是用Let's go 我像脸子追着光 梦游 可以吗 所以我觉得魂想功能就很适合那种财入行 就不想捣疼声卡那些宝宝们需要直播啊 然后你是才艺主播或者是唠嗑主播这样子的 我觉得这种效果就很好 对不对 这款呢 我还会用来配音 因为它带了一个监听的接口 然后我在连上耳机之后呢 我就可以时时的听到 我现在录制的过程当中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 然后录的好不好之类的 那给大家展示一下 就是我配音的话到底效果怎么样 给大家朗诵一段 以上的就是这款 蓝色罗318C第二代试音的一个效果 它的有效使用距离呢是100米 我没有做过这个测试哈 我觉得意义不太大 因为谁会离自己的相机 有100米那么远啊 但是有其他的博主也做过 它的100米测试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去搜一下 说了这么多它的优点 它也不是完美无缺 我觉得它最大的一个bug就是 它的充电接口还是Mac USB的一个接口 这一点呢 我跟他们的产品经历已经说过 他们说在下一代的更新当中 会把它改成Type-C的接口的 所以现在呢就将就用一下吧 第二个bug呢 就是它没有显示盘 所以你看不到你用了多少电量 或者是你充电还需要多少时间 才能把它充完 但是它的价格毕竟摆在这儿 它不像2000多块钱的 罗德的VLSGO二代 它可能会带一个显示屏 它的价格已经决定了 它的这个制造可能就 舍弃掉了那个显示屏 这点呢就需要大家平常 使用它的话得多留心一下 所以综合来说 如果你是新手 想要购入一款 一托二的无线领夹 麦的话 我觉得这是一个 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 这款呢是适合那些 刚刚入行想要做自媒体 但是又没有那么多预算的朋友们 真的可以选择这一款 我觉得性价比真的很高 刚才说到了 它是全网最便宜的 一托二的无线领夹麦了 一托二的形式 非常适合接踩 或者面对面的访谈 或者直播 或者是在教育领域里 录课等等这样的场景 我觉得使用下来 性价比真的很高 新手可以充 当然如果你预算比较充足 想一步到位的话呢 也建议大家可以直接买 罗德的VLSGO二代 因为我今天整个主camera 所收音的使用的设备 就是这款罗德的无线领夹麦 我觉得VLSGO二代呢 就是什么都挺好的 我也挑不出来什么毛病 我觉得唯一我不满意的地方 就是它充电真的好繁琐 就是如果大家要买 VLSGO二代的话呢 建议大家可以去买 一托三的那个Type-C线 这样的话就可以一下 就是充满它们所有的设备 就不需要去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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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充了 好的那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